阿姨这医生得多钱啊 早了一个三十万 离夜二十多年 现在已经五十九岁的罗大姐 看上了白大哥 谁想到咱这大哥 没有想中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你一定看到最后 因为你一定想不到结局是什么 罗阿姨好 挺远来的 上午十点是不是 十点十分 他一百二十平方的房子众养着五只狗 却仍然寂寞 想找个老伴 哎呀我都养五年了 就差他们 哎呀对象都不想找 孙硕已经有着五十九岁的年龄 却喜欢打扮 喜欢花钱 只想找个懂他 愿意跟他唠嗑的老伴 今天带大家一起看看 哎打扮的罗大姐的相亲故事 罗大姐离夜二十多年 为了独自养活两个女儿 独自踏上打工路 就一直我就搁外地上班来 现在孩子也稳定了 他缺牢了 也孤单了 就混到这大事儿了 我这感觉老了 可孤单了 这心是找一个伴儿 有个说话 老科的 从和记者的谈话中 罗大姐也表达了自己 对于老伴的需求 虽说家众有着宠物狗陪伴 但是依然想有个贴心的人 能陪伴着自己 罗大姐资称自己 对于串着和打扮都可在乎 说自己女儿随自己 就好个满 从串着看罗大姐完全 不像个半白的老人 时报量力 罗大姐对于老伴的要求也是不低 不只要对方能解释自己养宠物 毕竟五只狗就相踏 现在的警神寄托 可不信任了 或者送人了 就算是要送人罗大姐 也只想送粮制 自己怎么的也得留散制 同时自己的要求也告 罗大姐的意思是 现在女儿也好了 自己要找的话 早就找了 也实在是自己的眼光告 一般人都是白扯 所以到现在才会担着 节目组给罗大姐 介绍的第一个相亲对象 白大哥 那咱上去跟叔叔聊了 行 叔叔就跟这儿弄 对 走吧 是吗 我们去看看 他那个他家 按照罗大姐自己的说法 就是身体棒 魁梧 看着还有浮相 他这人挺中意的 他身体挺好棒 你看他多魁梧 他挺有浮相的 给印象 他带浮相呀 不像这净瘦的一丑 白大哥对于老伴的也是 要求对方有着爱美的信 白大哥还异通法言 找老伴 也是这样 爱好的 穿啊 带呀 美美 女人都也美嘛 我这人是特别喜欢老婆的 因为我也喜欢穿 也喜欢打扮 也希望找漂亮老婆 干净的一说打扮 因为男人能老婆出门 必须叫老婆漂亮 养老婆爱护老婆 别等这扣门 是不是得花的 人活就是花嘛 是不是啊 所以说 跟大家在一起 战胜能融洽 人家扣扣扣扣的 谁不愿接触 所以我找老伴啊 找媳妇也希望这样的 跟我一样的性格 意思就是找老婆 就是要爱护 要保护 要舍得花钱 男人就不该扣扣索索的 两人一见面 那简直就是 往往看绿豆 对言了 聊的那叫一个好啊 话题多的就没停过 愿意带劲的 完了一年四季总戴小帽 完了头发就站好要给你 戴小帽手不扬进去 对 愿意打扮 那好吧 总买酸呢 罗大姐也开始在白大哥这 处处踏着老伴的要求 那就是爱穿爱打扮 舍得花钱 罗大姐甚至直言不讳的 直接说 白大哥就符合自己的要求 一眼就想中了 罗大姐这是想中了 那么白大哥对于罗大姐 是啥意思呢 白大哥也直言自己现在老了 就好个玩 就喜欢跳个舞杀的 由于单身多年 同时竞技条件有越 白大哥也养成了花钱 没有概念的习惯 可以说这一点两人 算是完美契合了 只不过两人都对 对放演员不错的情况下 那么生活习惯能一样吗 咱就这么说的 也一点爱好没有 那你简直看 其实郑大帅怎么开心 怎么说我今天开心 说我今天去跳广场舞 我就得不开心 今天就去 所以我今天想上舞厅跳舞 你就去跳去 因为啥 这是你的乐趣 罗大姐最担心的就是 对方解受不了自己的养口 那么白大哥能解受 罗大姐养口吗 罗大姐就直截了当地告诉白大哥 那狗可不信就不信送人 老有感情了 结果白大哥一开口 罗大姐啥眼了 白大哥不知养了狗 甚至宠物它都养其活了 什么猫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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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了一个遍 罗大姐这个开心啊 眼瞅着最担心的问题 就这么简单的就解决了 两人就看样子就算是要成了 但是不只是罗大姐 对于另一半有着要求 白大哥其实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则欧标准 白大哥自己喜欢文艺 跳个舞唱个个啥的 所以对于另一半 他希望对方也有着差不多的爱好 那么罗大姐符合自己的要求吗 然而罗大姐则是没有啥特别的爱好 大概也就喜欢逛个街 平时最喜欢的就是逛个草是啥的 反正每个月没钱省下 老年月逛不属于市 没啥爱好 有的钱反正就爱好逛街 超市那时候最喜欢的 女人都是愿意逛街 愿意逛街 反正一月工之钱又逛 对那就对了 也攒不下 也攒不下呀 这一年子你们在这有啥用的 我你看那也不给人娶媳妇 我也不咋的 我就一天很晚 我姑娘说 妈你可见话 你可别娶着你 你从你那衣服都堆上闪了 完了你还买 对女人也穿 按照罗大姐的说法 那自己也没有个啥需要 存钱的地方 每个月工资那就是买买买 甚至很多的衣服 买回家以后都没有穿过 但是还是喜欢买买买 罗大姐也直言 自己不太会过日子 不像有些女人那么的持假 自己花钱花习惯了 原本啥都不去了 但是就是得了买病了 就闲不住就想花钱 原本以为看对眼的两人 却没想其实白大哥一开始 没怎么看上罗大姐 觉得罗大姐言一种透露的 就是个平时很唠叨的人 同时罗大姐的一句无信之语 让白大哥也十分的不舒服 什么话呢 他说一什么话呢 你看我想找身体好一点 比如过七八天死了 你这谁没得过 谁让你死 谁是不是 他有一种不好 这感觉肯定不好 那说你咱们咱俩眼 没得过七八年就死了 你找到家里派人死 是不是 所以说这句话谁听到都居住不了 原本白大哥因为这句话觉得很不合适 谁知道爱唠客的罗大姐 却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在随后的聊天中又讲 这个话题再提了一遍 他一心是 哎呀拉倒了都这么大事 你就说你要早六四八九 过五六年他七十五六 都这么大事了 还能活几年 拉倒了 你要早跟你八轮八 他精神旺盛的 他一心是 咋的 那不行就别过了呗 你说俩人过过又杀了 你说这图一啥玩意 所以你都喜欢再不大两 这不用想白大哥这是 更加的觉得不合适了 甚至相亲众第一次开起了小差 拿起了手机 罗大姐倒是很兴致苟快 直接就说出了对于白大哥的喜欢 忠义 你觉得说的挺好的 我觉得还行 可以 结果白大哥可能从一开始 就觉得两人还是不太合适 所以在随后的对话中 直截了当的觉得不合适 想找个年轻点的 同时个高点的 说了 刚才跟他说了 他又找个五十一二十的 你听明白吗 我都听了 就这个意思 这高点的 这高点 这你这温柔就够了 你这温柔就够了 温柔 温柔 结果罗大姐看上的白大哥 根本就没有想中自己 算是摆下了自己那份热情 对于这两个 大哥大姐 大家不知道有着什么样的看法 可以选择留言探讨一范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